这个型号是惠普的1020G 这是一款背光键盘 看它的工厂应该是NSK 你看这就是9Z开头的 这是达方工厂生产的 达方工厂生产的 你看这上面的距离比较短 这两个距离比较长 所以我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先把距离短的这个给勾住 然后两下就完成了 这支架就有装进去了 来看看大的按键 这款大的按键不简单 小按键组成的 两个小支架 就是看这个结构 我们就知道这个 我该怎么去拼装它 这两个是朝下的 这个按键是从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缺口对应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拼装方式 应该是这样的 先钩小的那一点 按键 然后勾住这个 这个垫上 完成 小的按键 这个按键比较小 我们找一个正常的按键 这支架一看就知道 它是半包围的结构 拼装的时候 有时候会比较麻烦 这个方法先把它勾上 接下来这两个先按住这个接牌 这一处按键 我首先得把它勾进去 这样子才能完整的装进去 一定要把这两个卡锅勾上 然后按键件帽 按键完成